第四是晨慧的习气 由于彼此冲突而有了业 花为献行 祭为结怨 因忤逆轻患他人 使得结怨的心不停息 心中发出怒火 愤怒筑气而成利器 所谓刀山 是巨刀所成的山 所谓铁掘 即是铁棍 所谓剑术 即是树剑如术 所谓剑轮 即是裂剑如轮 还有铁字的斧头 金柱的月 以及铁枪 铁记等等 如同世间人 含怨嫌恨 心想暴富 所以杀气挥动 就是所谓的杀气疼疼 行李外表 这个杀气呢 行李外表 表现在外表 诚心的种子呢 上层 现行呢 又出来 又增加了种子 种子内 一人一多 恋恋在杀 所以在灵命中时 亡者的神势 会感召 攻焉 南根 斩头 折骨 挫折身体 刺穿胸部 垂打其臂 脏脊其臀等痛苦 所以十方如来 形容陈慧的情况 叫做利刀剑 菩萨 菩萨知道 诚会的厉害 见诚会 犹如看见 有人要砍杀自己的头一样 就远远地避开了 第五 奸诈的习气 因为诱骗而有的业 花尾现行 即为移动欺骗 巧言 欺货 迷惑无知的人 睡成诈业 耳以我诈 可以使他人 在不知不觉之间 入了千套而受骗 恋恋如是 不肯羞耻 所以才会感召 有神木 欺负 角枝 使人不得解脱 如有以甲长枝 令不得解脱 有如以水浸田 能令草木 在不知不觉之间生长起来 欺负的种子上存 现行又起来 又增加了种子 新旧种子 两种习气 漫年增加 漫年见多 所以在礼命中的时候 就赶遭 就赶遭 丑蟹 加索 索紧 鞭打 仗棘 扎锤 棍棒 等痛苦 所以 始方如来 形容 奸诈七围的情形 称它叫做 残年的怨解 菩萨之道 诈 诈欺果报的厉害 就如同害怕 蟹狼一样 就远远的避开了 第六 慌狂的习气 因为 污网遨有了 亦 发尾现行 即是 焦狂虚伪 灰心照尖 污网不止 使人不知不觉 堕入其 奸诈的诈述中 因此 就赶遭 有封 封茧 灰沙尘土 昏天暗地 对面看不见人 以及 丝尿 等污秽不尽的地域 荒狂 这是谎骗七狂的 种子上存 现行起来 又增加了种子 新旧种子 增加的 越来越多 因此 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会感召 慧死地域 就是滚慧的 慧藤的 私尿地域 这叫慧 慧死地域 那么罪人 成立于私尿 私尿之中 又有灰沙地域 罪人被捡入虚空 随风上下又摔下来 总是被杀 沉 吃 尿 等污秽的东西 或催糕 或跌下 或漂浮 或沉溺 所以 始方如来 形容 欺狂的情况 叫做 劫财害命 同名劫杀 就是 就叫他称为 劫财害命 菩萨看到 欺狂古报的厉害 就如同 踩在 毒蛇上面 一样的可怕 必受其害 就远远的避开了 第七 是怨恨的喜气 因为 憎恨 怨贤而有留意 因为贤恨 怨恨 入股 寻仇报复 所以才会有 在灵命中的时候 敢遭 灰石地异 瓦率呢 就像夏一样 从空 治下来 或被夹闯所驻 或被车砍 渐禁 或圣礼 摁礼 外面用火燃烧 或装入狼内 几狼铺地 摔倒在地 把他 人装在狼带里面 然后摔在地上 这种情形 就像很阴毒的人 心怀不轨 蜥蜴害人 怨恨的种子 上存 现行又生出来 又增加了种子 恨不得呢 将仇仁 生吞火蛋 恨不得将仇仁 生吞火蛋 应恨一身 所以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敢遭 灰沙走石 灰石地异 申请活桌 入甲入坎 入翁入狼 脊高而扑脊之 立脊齐妥 实受其身 抛扑其体 抛扑他的身体 挫折其腰部 等地义 实方如来 形容怨家 露宰的情况 叫做危害鬼 菩萨之道 怨恨果报的厉害 所以就像饮毒酒一样可怕 远远的就避开了 第八 是恶剑的喜气 恶剑有五种 一是撒家也 撒家也就是生剑 边剑 斜剑 剑起剑 借禁起剑 以上五种恶剑 互相辩论而有了业 发为现行 就以世间相违背 他的见解跟世间是相违背的 跟自己所说的也相违背 自己教自己的也相违背 自以相违 自教相违 自有 因此 就有燕抹罗王的死者 王子就是燕抹罗王的死者 主管部署的官吏 主力 主管部署的官吏 来证明其所执着的文件 跟资料 正指文集 来证明他所执着的鞋见 这些文件资料 比如有些人 发表很多鞋支鞋见 他会透过文字来表达 就是到时候燕抹罗王的主管部署的官吏 就会证明他所 这个罪人所执着的鞋支鞋见的文件 资料 这种情形就像人在走路的时候往来相溢 所谓赌面相红而无可逃避 就是你这个鞋子线 最后你必须受到这个果报 就像路人相见一样 所谓赌面相红无可逃避 所以恶见的种子尚且存在 现行又发作又造作出来 又增加了新的鞋见的种子 新旧的种子互相交缴 相交纠缠 跟人家辩论是非 由此就有 在灵命中的时候 就会感召幽民的官吏 就是民官来勘教他 就是来勘察 来考核他 就勘教他 就勘教他 审问他 全称他就是来 判别他的这个 该负的这个因果责任 训问推论 去查 审查 访问 批就其理 照明其事 于是呢 就有善恶同志所执文部 公文资料 文书资料 措辞记录 辩护 种种官司的事情 就是对 第一章节里面讲的对部公堂 我们一般阳间讲的对部公堂 那么史方如来 形容恶见危害的情况 这种邪见危害的情况 叫做建坑 就像一个坑洞里面 这种邪见就像一个坑洞 你会掉在里面的不能够自拔 这叫建坑 同名建坑 菩萨看到这些虚妄偏执的邪见的果报厉害 就好像靠近有毒的坑洞 就好像靠近有毒的坑洞 所寄给的秋后一样 这个毒后就是这个山谷里面都有毒气 这个叫做秋后 毒后 如灵毒后 菩萨看到这个邪见的果报的厉害 现在就好像靠近毒坑所寄的这个秋后一样 就远远的避开 以上呢 我们就先讲到第八点 这个实习因啊 这个实习因啊 这以上所探导的呢 是诚心的习气 诈骗的习气 谎谎 就是说谎法 谎谎的习气 再来是怨家的习气 怨恨的习气 最后就是邪见的习气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 逐断逐断的探讨 这五种习气呢 言音法师 他的讲义里面呢 对这五段经文的开示 言音法师说呢 这个诚心呢 是 诚心的习气呢 是六种根本烦恼之一 这六种根本烦恼之一的这个诚心呢 都是我们五死解来 这些习气的种子 都存在我们的阿赖耶斯里面 那么一到近年的时候呢 他会种子其现行 什么叫近年 比如说人家清换到你的利益 人家无逆的利益的时候 这个近年出现的时候 他称心的习气呢 就会跟这个近年的人 人跟世面就会产生冲突 就在交冲 那会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利益发生冲突 有人捂逆你的意识 有人反驳你的意见 这个叫乡武就反驳你的意见 像政治人物在辩论的一样 这个近年政见的时候呢 他会意见相走 那这个叫乡武 或者说有人下属的 顶撞长官 或者子女呢 鼓逆父母 就会产生这个称喜交冲 称心的习气呢 就会跟这个近年 啊 所产生的这个逆境呢 他产生的冲突 然後他原来在阿赖耶斯里面的 这个称心的习气种子呢 就会冲出来 然后又碰到这个逆境呢 这个五逆的近年呢 又新这个种子呢 又存在阿赖耶斯里面去了 所以叫做五劫不息 这个五逆 劫就是烦恼 没有办法停息 所以这个乘心的习气呢 非常的难断 非常的难断 啊 我们知道 诚心呢 是斗地义的 所以这个诚心花座的时候呢 他会怎么样 他心肉花火 所以你常人花脾气的话呢 心脏跟肝都不好 啊 这心呢 心肉花火 那个诚恨的心呢 愤怒的心呢 他会感应到呢 就像 花火 就是那种 那个称心的火呢 火气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 这个人脾气很大 愤怒的时候呢 这个火气非常的大 那就是 啊 诚心之火呢 就是心肉花火 然后就会怎么样 住气为今 所以为什么诚心的时候 发 诚心花座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都会产生戒斗 不良少年戒斗 一言不合呢 就戒斗 拿这个凶刀呢 武士刀 或是 有人在 谈判的时候 或是谈金钱结婚的时候 一言不合 就会拿武器攻击的 棍棒呢 刀剑呢 枪支呢 那就会 住气为今 啊 因为呢 耶利法是说呢 这个 干属木 心属火 鼻属土 慧属金 甚属水 那这种习气 不断的这样造作呢 所以在阳世间的时候 在人间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刀山铁街的事情 就棍棒 互相卸斗 或是 刀剑相向 然后就发生命案 哇 这种在古代 在现在 在未来 都是会这样的 就是这里 任远镜告诉你这个道理 他会感召的 诚心呢 就会感召什么 感召这个刀山刀铁街 不良少年呢 一言不和呢 怒目相向 那就是 冲出去呢 就拿刀剑呢 乱砍 或是拿棍棒打人 那造成命案 所以才会有刀山铁街等事 那么刀山呢 就是巨刀为山 这不良少年呢 平常都是这样的 火蟹斗 武器火蟹斗 那将来就是下入第一呢 就是入刀山第一 那么 另外一种情形就是 有这个刀山铁街 或者剑树剑轮 或是虎叶枪锯 另外一种情形就是 如人贤厌 就是含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比如说被羞辱 或是被侮辱 或是被欺负 他没有办法 这一个容忍 然后就会呢 含了这个怨气 就杀气挥洞 杀气挥洞 所以恶喜相吉呢 故有功功斩灼 措斥垂己诸事 所以这两种就是 撑袭这个种子 跟现行这个袭器呢 原来种子就存在RA里面 那么这样呢 两种袭器呢 种子上存 现行又增加了种子 这样种子 越来越强的时候呢 就会有公勾 斩灼 措斥垂己等事情 所以始方如来 始方如来 知道这个惩慧的可怕 惩慧果报的可怕 所以称它呢 就是利刀剑 就是惩心呢 就像一把很锐利的刀剑一样 叫利刀剑 这个惩慧心呢 就像一把非常锐利的利刀剑 所以菩萨看到 这个惩慧的果报的可怕呢 菩萨看到这个惩心呢 就像 好像有人拿刀要砍他的头一样 远远的就躲开了 就避开了 这个就是菩萨建称呢 逐避诸怒 这就是菩萨建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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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菩萨建称的